好友卫生福利部主办台东县政府承办112年第一次的社会福利主管联系会议 在3、4号1年2天在台东召开 全台22个县市摄政局处首长齐聚在台东 透过这次会议来强化并且建构中央与地方摄政单位沟通与整合的机制 来建构更完善并且绵密的社会安全网 由卫生福利部主办台东县政府承办112年社会福利主管联系会议 在3号4号1年2天在台东召开 全台22县市摄政局处首长齐聚台东 希望透过这一次会议强化并建构中央与地方摄政单位沟通以及整合机制 很多的法很多的一个性质的一个商务 那在这边要谢谢我们县市政府真的非常的辛苦 因为有你们在我们的各县市来提供我们县市 相关的社会福利服务 特别是若是民众的一个协助 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够感受到 我们的政府是跟我们的民众站在一起 台东县长欣宁在致辞时表示 自就任以来就相当重视社会福利议题 在富有照顾方面上以全方位的政策推动 推出全国最高的生育补助免费做月子服务等等 更是全国第一个公司托月费一致等多项政策 社会处在各县市的功能其实已经不只是社会处 我们除了从出生管道死亡之外 我们还要跨到其他的领域当中 另外在儿少群域当中争取经费 投入儿少家庭福利馆兴建 即将在推动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等 而在高龄场景照顾上 因应高龄需求 积极扩充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巨服食堂等等 台东县的全民照顾 能够把社区跟民间的力量拉进来 社会处表示 希望透过定期联系会议共识营的办理 将话横向联系机制 增进网络成员跨领域 以及跨专业的对话 交流凝聚共识建立合作模式 打造全民的幸福安居家园 接着盘嘴边南向报导 感谢观看